它一点都没有要灭的迹象 哇拿出来之后马上就开始燃烧 这是一款据说是美国特种兵所使用的超级火柴 风吹不灭水也泼不灭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检验一下它的真假 它到底是不是美国特种兵所用的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倒真的是英文包装的 全部都是英文找不到一个汉字 这个包装就非常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擦泡 并不像一个火柴的包装 好了我们赶快看一下 我的天哪 这个火柴也太壮了 可惜我现在没有我们正常使用的火柴来对比 给你们看一下跟我的手掌比一下 这像是便衣的火柴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火柴 它不像我们平时用的那种火柴 只有一个火柴头 它不仅有火柴头 还有这里后面有很长一段 也是应该是用来燃烧的东西 太牛了这个火柴 但从外观上已经折服我了 不过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牛 这个一盒是25根 然后它的价格也是25块钱 就合一块钱一根 直接就在这个盒子的侧面就可以点燃它了 现在我们来点燃看一下 哇哇哇哇 终于点燃了看到没有 哇点燃好费劲啊 它在燃烧啊 它不像我们使用的火柴 只能燃烧上面一点点 下面只能燃烧木棒 你看它这个底下这个红色的燃料在燃烧 现在我试试能不能把它吹灭啊 展现我的肺活量的时候到了 哎不对 它快烧到头了 好了这个红色的燃料烧完了 它就灭了 我还没来得及发工呢 它就灭了 我们点下一个 就这样断了 哇 点燃了 现在 展现我肺活量的时候到了 我认输我认输 看来这个用风吹啊 基本上吹不灭它的 只能等它自己灭了 看来这个火柴它防风的功能真的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防水的功能是不是有点水呢 这已经完全没有摩擦力了 所以我们只能用打火机来点燃它了 话说有了打火机还要这个防风火柴有什么用 好 现在点燃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防水啊 现在直接把它放在水里 哇 你看它一直在冒泡 真的是防水啊 拿出来之后又重新开始燃烧了 再放进去 它一点都没有要灭的迹象耶 哇拿出来之后马上就开始燃烧 那么它这个防水的功能也不是浪得虚名啊 虽然防风防水的测试已经成功的通过了 但是我们的测试还远没有结束 接下来我们要上大招 叶弹 这是我花700块钱买的叶弹罐子 那么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这个防风防水火柴能不能够在零下196度的叶弹中成功的燃烧 哇抓紧时间 现在已经着了 还是可以燃烧 这个烟雾太大了 可能看不清啊 它在这个叶弹中还是完全的燃烧完了 并且我感觉它的燃烧好像还减慢了这个叶弹挥发的速度啊 那么经过测试即使是在零下196度的叶弹中 这个防风防水火柴还是能够正常的一个燃烧的状态 真的是非常牛 那么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哇 这个杯子会不会爆掉